你把你的监督拿到你的朋友的关系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心动 苹果执行长Cook亲自介绍Apple Watch的新功能 Digital Touch可以单独与其他使用者的Apple Watch连线分享 不只是传送心跳频率给对方 还可以在另一支Apple Watch的表面上 以动画复制使用者在表面上所画的涂鸦 这必须是一些东西的人都很高兴 独立讲电话收发邮件Apple Watch当然都办得到 Cook对自家产品的独特性信心满满 总共推出三款版本有铝合金运动版 不锈钢休闲版两款售价349美元起 折合台币约1万1000块钱 至于高不可攀的18K金限定版售价要1万美元 折合台币约32万元 LG发表世界第一支4G LTE的智慧型手表 你会发现这一次它把机身设计也是采用了 全金属机身的材质来打造 而我们进到了App选项里面 原来它今年选择采用WebOS的系统 而那个表面设计也是采用圆形的设计 除了可以独立通话之外 它同时在4G的高速环境之下 可以达成500个人同时通话的记录 不让Apple Watch专美于前 LG的Urban LTE融合G Watch R的圆形表面做改进 改采用自家WebOS系统方面整合4G通讯 华为也不甘示弱 新款的智慧手环TalkBand B2 采用全金属的航空用铝合金材质 打造出有HD触控萤幕的智慧手环 三款穿戴比一比 华为的萤幕最小只有0.73寸 电池续航力上Urban LTE最久 售价上当然已身为手环的TalkBand B2 约6000块钱最为亲民 就等开卖之后消费者对哪一款的接受度最大 三立顺许熊李轩综合报道